你撒谎 以后专业组的一切行动 对外都要保密 我相信你们能误会 自己身上这事警服 没有韩远平回来的痕迹 韩远平回来的痕迹 还要杀多少人才罢手啊 再办一个人 你这啥庭 要不你瞧打死我了 马上把胡达还押回来 马上出身 逮捕我 你身边肯定有准夹 你真是太精了 一十百分找不到这儿吗 默认留话现在读书 你 solicit了 你还猜吗 我还猜吗 我还猜吗 你还猜吗 我还猜吗 我还猜我 你这是屎个孩子 我为我的兄弟 我有一种神秘复杂 你失条汗的 你把我留下 把那个儿子的育荡 他那个儿子的育荡 你再开 把你 把我把 Typekit 放上 我 dresses 杀 你的 结束 Semita B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你给这个手机号打过电话 那是我一个朋友 一起做生意的 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做什么生意 李宗盛 到现在你还想王唐到底是吧 那我告诉你 这个手机的基础就是你 这个手机是你4月29号买的 4月29号以后 这个手机接的所有电话 全是你家里的电话和你的手机 我说 通过谁交给刘花强的 是不是王组军 好 我不想说也不免行 自然会有人说 到时候你要想后悔都来不及 我说 这不是什么 可能 我认识 先走 这不是什么 我认识 什么 大家 那不是什么 我认识 都是我的 我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 好 好 我问你 刘花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李梅回到恒州以后 我就没跟她见过面 只通过几次电话 那好 从头说 李梅是 九八年的十月份离开恒州的 她为什么离开恒州 她是跟刘花强一起走的 说是要去广州做生意 我怎么劝都不听 李梅有时候脾气挺倔的 那天 她给我打个电话 我问她在哪呢 她说在机场 就这样就去了广州了 近两年的时间 她只是偶尔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也都是找我女儿的 不是感到我女儿的生日 就是感人的期末考试 她跟我女儿关系挺好的 因为我生完孩子以后 工作忙 没时间管 就把女儿放在我妈家 孩子基本上是李梅带大的 所以她们俩关系特别好 有时候我看着她俩在一块 倒更像是母女 四月十六号的晚上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长期 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定没有什么好事 你为什么这么了解刘花强 我在桥北分局待过 我知道 刘花强是因为故意伤害罪而逃走的 从我知道里没跟了他以后 我就托局里的熟人调查过刘花强 继续往下说 四月二十八号的晚上 我知道天红集团的老板吴天儿被杀了 我非常害怕 第二天就跑去买了一个手机 下午就把手机和三万块钱交给了王素娟 托他带给刘花强 李毕 事到如今你还想隐瞒实施真相 说 你和刘花强是什么时间认识的 我不认识刘花强 是因为李梅 那吴天儿的死 你为什么怀疑刘花强干呢 我没有怀疑刘花强啊 你还想强变 吴天儿死了 你为什么害怕 你怎么知道吴天儿和刘花强有很深的机缘呢 你和吴天儿早就认识了 我不认识 我不认识吴天儿 到现在你还抱着侥幸的心理 吴天儿曾经在恒州电视机场干过 那段时间你正在恒州电视机场工会工作 你敢说你不认识吴天儿 说 你和吴天儿到底什么关系 好吧 我劝输 那时候 恒州电视机场刚刚开始生产 十二寸和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 那时候的恒州电视机场 在全国都算是规模比较大的 我就调到了那儿的公会工作 调去的第二年我就结婚了 丈夫是常理宣传部的副部长 本来我们生活得挺幸福的 婚后第二年我就有了孩子 可是在八四年 我有一次去广州出差的时候 认识了那儿的一个小老板 有一次 他趁着我喝醉了 事后 他说他很喜欢我 说如果我答应跟着他 他就可以帮我往厂里供应薄客 就是黑白显像馆 那时候 黑白显像馆很紧俏 只要手里有货就能赚到钱 我禁不住诱惑 就答应他了 就在那一年 我跟我那个丈夫离了婚 因为我是公会的干部 所以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做生意 我就想在厂里物色一个人 我就看上了吴天 因为公会的工作 接触人比较多 我发现 吴天脑子机灵 又敢干 就把这事跟他说了 他也挺高兴的 他说 他反正也没打算在厂里常干 就说这事由他出面 他跟我自留分成 他哪死我哪留 就这样先干了一年 生意还不错 我跟吴天都挣了不少钱 那个广州的小老板 也经常来恒州找我 要不是 我发现他是有老婆的人 说不定还会嫁给他 往下说 吴天就这样 恒州 广州 广州 恒州地跑了一年 挣了钱就辞职 专门做这个生意了 结果到第二年的年底 我发现广州那个小老板 是有家事的人 一气之下 就跟他断了关系 结果吴天自己和他做起了生意 我就特别不高兴 挺恨吴天的 我想找一个机会 教训一下他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 还有一个原因 虽然 我跟吴天交往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我发现 我挺喜欢他的 吴天是一个很会讨女人喜欢的人 我们就在一起了 还在宾馆 包了房间 一开始 吴天也对我非常好 但是后来 他就开始不耐烦了 三天了 哪儿换去了 跟你说话呢 跟朋友喝酒的了 跟朋友喝酒 你 你蒙谁呢你 你以为我傻呀 不傻 吴天 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啊 我现在说的话 你给我听清楚了 没有我李丽 你能有今天吗 你能挣这么多钱吗 你拿什么去找别的女人啊 你以为就你这样 全世界的女人都对你投怀送抱啊 你以为你谁呀你 我跟你说话呢 你给我听清楚了 你给我起来 起 不是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既不是我老婆 也不是我女朋友 你凭什么管我 你也不好好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 你知你像什么吗 不知道吧 那我告诉你 像鸡 你还以为我会娶你呢 做梦去吧你 你干嘛 给我放下 这是我的钱 你不能拿 不是 你的钱 你跟别人睡觉的时候 你知我在干嘛吗 四十多度的高温 我挤进那车厢里 差点没人被闷死 你知道吗 为了不让这些钱 被别人抢走 我让人打成什么样了 你当时又在干嘛呢 你是不是一直以为 你能当着老板娘呢 我告诉你 这些钱是我用命换来的 你的钱 我比吴天大好几岁 我知道 我不可能得到她 结果 我整整两天不吃不喝 我心里非常恨她 我想 一定要让吴天得到教训 可我一直没有机会 后来经过朋友介绍 我认识了我后来的丈夫 她离过婚 不在乎我的过去 她又通过朋友的关系 把我借掉到 桥北分局办公室工作 在一次处理 流氓斗殴事件的时候 我认识了刘花强 从见她第一面起 我就看出来 她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我当时就认为 我报复吴天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就去找了刘花强 那有什么时候 就五年的五月份 具体那天我记不清了 因为我知道 吴天在文化工一公开了一个游戏厅 我就跟刘花强说 去砸了吴天的厂子 让她的生意做不成 她干了吗 开始她不愿意干 我觉得这事有点复杂 你知道那个厂谁招了的吗 谁呀 红标 那怎么了 你还怕她呀 谈不上怕 就是我觉得为了一万块钱不太值 惹封标呢 不太合道上的规矩 但是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 我再加一碗 我觉得这事跟钱没多大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跟你知道 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当天晚上 她就留在了我的房间 好像是六月份吧 刘花强就真的把吴天的厂子给砸了 那天 我兴奋的一夜都没睡 唯一遗憾的是 吴天当天没在游戏厅 但就是这样我也非常高兴 我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事情过后第三天 刘花强就约我 我答应时候再给她一万块钱 都怪我那天鬼使神差的 把李梅带去了 都怪我那天鬼使神差的 千不该万不该 不敢让李梅跟我一块去 你惹正好吗 还真的来 works 之前《非诚勿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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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妹妹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俩长得又不像 像不像是次药 钱带了 莉莉 你和我做这种交易 以后在公安里还怎么干呢 本来也没打算在那常干 一个女人技术心不能太强 不然以后会有麻烦 在这五天那小子 天生就是有情种 何必跟她当真的 我用你教训我吗 也是 咱们照算庆了啊 你放心 我刘阿强做事一项干净利索 不会再纠缠你了 不过我和五天的事 好像现在还了不了 咱俩可是有协议的啊 是 你是一个不太好惹的女人 你妹妹就比你善良 走了 她是谁啊 别做生意的 什么东西 要不是我她早进去了 后来 封标果然找刘华强算账了 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 打了几年以后 还是封标服软了 你妹是什么时候任刘华强的 本来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我那时候最担心的是 刘华强不守信用 让五天知道 是我找刘华强报复的 没想到 刘华强嘴还挺严 我想 五天到死都不会知道 我和刘华强之间的交易 说你没和刘华强的事 因为在电视机场 挣了一笔钱 我就一直想自己开个公司 为了得到贷款 我就违心地把李妹介绍给 当时建航桥北支航 副航长的儿子石亮 石亮的个人条件 是差了一些 但他有一个有权势的爸爸 经过这么多年的闯荡 我悟出了一条道理 一个人不可能 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 关键是你自己想好了要什么 我就把这个道理 说给李妹听 没想到 他一口就答应了 我知道他是在赌气 他一心一意地 就想离开张家口 后来 他跟石亮结了婚 日子过得非常糟糕 三天两头地吵架 李妹虽然嘴上说不恨我 可心里一直不原谅我 九五年 他和石亮离了婚 离婚以后 他开了一个小杂货店 我还去看过他几次 有时送到医院就不活了 玥森 看什么呢 电视剧 我给你买了一个水壶 你这连热水都喝不上 这壶用起来挺方便的 我不要 梅子 回家去吧 菲菲挺想你的 下午还专门去买了鱼头 让我来叫你回家吃鱼头呢 不能 我今天有点事 你有什么事 不就是这个小店吗 现在连生意都没有 我真的有事 你有什么事啊 怎么了 不认识啊 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 刘华强 我警告你 离我妹妹远点 你要知道 长这么大 没有人敢用手指着我说话 你别以为我跟你开玩笑 我说真的 你要是敢碰她一根寒毛 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第一 梅子是自愿跟我往来的 而且我们这好朋友有关系 我非常尊重她 你侮辱我可以 侮辱她不可以 第二 你现在也不是什么警察了 事实上压根你以前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警察 所以你更没有权利管我 第三 我以前对你很客气啊 自从那件事情以后 我从来没有打扰过你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大家相而勿视 不过你千万别惹我 惹我的后果你自己知道 干吗 威胁我 威胁 这算威胁吗 你真是大惊小怪 行了 多余的话我不跟你说 你因为我就是说 本人的你 我不可以 我感觉 不过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终于把你心里话说出来了 你其实一直都是恨我的 我不恨你 我早说过我不恨你 我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笨 恨我自己傻 恨我自己受人摆布 但从现在起 我要自己做主了 我好不容易喜欢一个人 你就别再说三道四 别再拦着我了 从现在起 我想开开心心地 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过日子 好 以后你所有的事情 我绝不再管 你爱干嘛干嘛 就当没我这个姐姐 从那以后 我就恨上了刘花强 因为是他把李梅带进了火坑 我恨刘花强 也恨李梅不争气 从那时候 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九七年五月份 我丈夫出车祸死的时候 李梅来过一次 然后就再也没见了 可是 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李梅 六月份的时候 我就去那个小杂货店找他 李梅已经把电盘给了别人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后来 我就偷人打听刘花强 才知道刘花强也离了婚 九八年十月份 刘花强因为故意伤害罪 逃离了恒州 我实在放心不下李梅 我知道刘花强 就是到了外边 也不会干什么好事 李梅迟早有一天 会毁在他的手里 我只有李梅这一个妹妹 又是我把她带到恒州的 我不能眼看着她毁下去 后来 我打听到刘花文 开了一个托运站 就去找她 就去找她 找谁啊 我找刘花文 你谁啊 我是他们家亲戚 亲戚 我从北京来的 她不在 在家呢 怎么了 我向她 干吗 找谁 你是刘黄文吧 我是李梅的姐姐 干吗 说吧 你最好让我进去说 什么事 说吧 我想找李梅 李梅啊 跟我哥去广州了 你能告诉我地址吗 公安局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刘华强是你的亲哥哥 他会不告诉你 他的地址吗 我听说话 你怎么那么像公安局的呀 我就知道 我又不能告诉你呀 让你带警察去抓他去 我只是想知道李梅在哪儿 我不会带警察去的 我保证 你保证 你以为你谁呀你 就你这样的 公安局一下唬我全他们说出来 你怎么说话呢 你就不会客气点啊 我对你够客气的了 就以为你是李梅的姐姐 你换了别 我找他们把他打出去了 让你在这儿给我吓扯的 我告诉你也行 我拿两万块钱 我拿两万块钱 你等着 门没锁 进来 我拿两万块钱 钱呢 好 我告诉你啊 他在广州市公安局 回到家里我非常生气 下决心一定要报复刘华文 我想了好几天 报复刘华文 说不定就能找到刘花强 后来 我通过关系认识了封标 了解到封标和刘华强的深仇大恨 让封标 报复刘华文 刘花强还不会想到是我 刘花强 心狠手辣 你不怕他一旦知道了报复你 你不怕他一旦知道了报复你 你不怕他一旦知道了 二十万 成交 后来封标就找人砍了刘华文 但我没想到砍得那么重 我就去医院 假装找刘华强 请问 请问 这是刘华文的病房吗 你是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你是李梅的姐姐吧 来 屋里说 进来吧 你怎么知道我 我是刘华强的前妻 刘华强的前妻 刘华强的前妻 是什么病啊 生病 他是被人砍了 差点死了 那些人的心啊可真狠 你是来找你妹妹的吧 他是不会见你的 你怎么知道 该知道的 我自然知道 怎么能够联系上他们吗 那你知道 怎么能够联系上他们吗 我劝你还是走吧 他不会见你的 你这是白费心思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我妹妹的 我妹妹这么跟着刘华强 你不生气吗 我妹妹这么跟着刘华强 男人嘛 没有女人怎么过日子 我妹妹这么跟着刘华强 再说了 我和华强已经离婚了 我还管不了他 我还管不了他 不过 你妹妹人不错 怎么了 我说的不对吗 你别把华文的事告诉别人 也不要把华强回恒州的事告诉别人 没过两天 李妹就给我女儿打电话 我知道她从广州回来了 可她不肯见我 神神秘秘的 还不告诉我们电话号码 4月28号晚上 我知道吴天儿死了 我就想 这一定是刘华强干的 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越想越怕 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 不能让李梅再跟着刘花强了 可我跟李梅又联系不上 二十九号一大早 我就去买了手机 又取了三万块钱 到医院找到了汪苏娟 让她带给刘花强 我当时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李梅从刘花强身边拉回来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你一共向刘花强报个几次信 你不说我 也能从你手机单子里边查出来 一共四五次吧 谁告诉你呢 文斌 他托我给他妹妹找工作 我知道 他是青岸专案组的 我是怕你们抓到刘花强 李梅 我问你 刘花强是不是要离开恒州 但是 什么 但是他们几天内不会离开 为什么 李梅怀孕了 他要打胎 你知道他要在你家医院做手术吗 2001年6月21日 专案组终于得到了李梅的口供 至此 刘花强身边的两个杀手 和那个神秘的女人 都被揭开了面纱 马上把李梅的照片复印复印 发给各医院妇产科和各大药房 私人人所谓不能放过 是 让王命道状案组等我 不许再说 许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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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警惠警仙给我占来 许致 怎么回事 由于王斌走漏风声 导致我们几次抓捕刘花强失败 谁说的 李密 秦宝 你们都看好了 肯定没问题吗 没有问题 洗衣中心的二楼没有护栏 完事后我们从窗户下去 后面是条小胡同 我先把摩托车停在那儿 我们走后街 我已经摸出来警察的规律了 他们的车停在洗衣中心前面的停车厂 绝对不过进洗衣中心的 前两次我们用的都是枪 选择的是公共场合 你们确定他今天肯定会去是吧 肯定会去的 他已经两天没去洗衣中心了 这小子不会超过第三天不去洗衣中心的 而且他每次去的时候 总是固定的到同一个房间 找同一个小姐 大胖 最后一回了 干完这次我们马上离开杭州 所以一定得小心 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千万别下手 就让你放心好了 我们会把事情搬离了 总之要有十分的把握 好好睡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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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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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點 小心點 先跑 小哥 你跟著李梅 我看他好像有什麼事 盯死了別出什麼問題 一定保障他的安全 去吧 男前你的微笑 男前你的搖擾 常見只會手中鋒刃 常見從容覆蓋好角 英雄未必是總的驕傲 我長見而離 已非年少 但我又怎能忘記你 曾經那樣天長相 風就搖起了 從此就讓真氣融化 世間四季飛雪 心中狂野風暴 雲就要散了 看星空影的影子 訴說你秋月戰衣飄飄 風就要散了 從此就讓真氣融化 世間四季飛雪 尋著狂野風暴 雲就要散了 看星空影的影子 訴說你秋月戰衣飄 雲就要散了 想要訴訟 想要訴訟 潘